本期节目由澳门有线立法会直播室提供 澳门有线立法会直播室带你直击立法会开会情况 来到第五集我们要介绍的是会约在社会服务事业的四个议员 他们分别是直选议员何允生、林玉峰、黄杰晶和选议员陈鸿 那社会服务这个范畴都十分广泛 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位议员他们分别着重在哪一方面 事不宜迟、去片 首先来介绍一下何允生 他在这四个人中是立法会工作经验最丰富的 已经做了三个直选议员那么多了 除了议员的身份之外 他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印客户总监、澳门街坊总会副会长 和街坊福利会理事长 四年前 他以群力出帐会的第一候选人出战 靠着保民生、找经济、谋善治、速共用这十二字真言 成功以12340票当选在第六届立法会二月 这个票数真是信口有好记 这届会期内 他一共有18次口头质询 181次算面质询 也有56次议呈前发言 在我们收集整理回来的文本上发现 他用词排名前三分别是巴士、工程和交通 可以看得出他的关心街坊和贴地价 在巴士这个议题上 他主要关注巴士车资、巴士公司服务合同 巴士管理及服务质量 巴士无障碍设施等等的问题 可以说是澳门巴士界议员代表 哇! 另一位议员和何允生都有好大渊源 除了都是来自澳门传统社团的代表之外 更加是何允生的旧拍档 相信熟悉立法会的朋友一定知道 他就是美好家园联盟的代表 王杰晶 何允生和王杰晶在第五届的时候 分别以第一和第二候选人的身份代表群力速进会出战 最后成功当选 第六届的时候 他们改变策略分开两支组别 各自带领自己所属的社团参选 作为传统社团的代表 果然最是一团火 散事满天星 群策群力 认真吸力 王杰晶除了是立法会议员之外 另外一个身份其实都广为人熟悉 就是镜会议院副护士长 2017年 他以美好家园联盟第一候选人的身份 带着为虎佑、增权益、为家庭、谋福利的政光连任 强调自己是以女性的角度发声和争取权益 今届会期中 他一共有18次口头质询 181次书面质询 亦有55次疫情前发言 从文本分析中发现 他用词排名前三分别是医疗、家庭和疫情 看来他除了从女性角度发声之外 都很关心和自己本职工作相关的议题 其实除了这三个关键词之外 我们发现黄杰征还有一个关键词成的题 说了120多次就是家暴立 果然是关心家庭事务的代表 不过讲开又讲 在2013年家暴法的立法程序中 黄议员出乎众人所料 竟然投下棄权票 究竟他这样做是有什么原因呢? 黄杰征事后解释 他说经过考量之后 认为草案未够完善 而且未兼顾到社会对家暴立法的不同意见 所以才会投棄权票 不知这个解释 你们有接不接受到呢? 原来是黄议员走得太前 不想待着先 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 真的很值得大家学习 除了关心扶幼之外 他都有帮各位男士争取权益 主张落实五天有身事产假 经过他和其他议员的大力争取 也都成功推行了 果然是为扶幼、为家庭发声的议员 哇! 至于陈鸿和林玉峰 两位可以说是澳门教育界的代表 一个是全路学生人数最多的中学副校长 另一个是澳门唯一间公立大学的传播系副教授 他们两个都有博士学位 果然是教育界的精英 哇! 先说一下陈鸿 他已经连续两届作为 立法会社会服务及教育界唯一候选人出战 并成功当选 兼任中华教育会会长 和非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 可以叫他澳门教育界的天船之旅 他七年份证纲都是围绕着 發展优质教育 提升生活品质 推进社会服务这几方面 和上一届份证纲内容 服务社群 發展教育 共创幸福 都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方向一致 今届会期中 他一共有14次口头质询 155次算面质询 亦有53次以诚前发言 这位教育界精英用词前衫是 教育、安全和交通 而在教育这个议题中 他的关注点是 他着重于职业技术教育、回归教育 和各种宣传、防灾、减肺、禁毒的意识 而且他提到这个词的频率都相当高 提得出他真是热促于自己的事业 最后到林玉鳳 他是第六届通过直船甲立法会的新丁 他由第四届立法会选举就开始参选 可惜连续两届都分别差2528票和1340票 入习失败 从09年的争取民主法治 重塑澳门正气 13年的继续争气 再到17年的坚持争气 还与皇天不负犹心人 靠着专业和澳门中间派人士的定位 他成功拿到9590票 当船第六届立法会议员 在他身上 我们见到Never Give Up的精神 给他一点掌声吧 经过漫长的沉淀和等待 他在第六届终于都可以和各位议员 一起坐在立法会 真是够了爭气 要爭气 谁要爭气 以真心爱者便利 由他带领的公民監察 分证纲概要都十分之长 教化居住品质 缓解交通问题 出进家庭共用 保持残障优势 提升医疗水平 扩大医疗保障 改善基層待遇 支援就业创业 完善教育管理 保护澳门文化 革新公职法规 構建公共制度 增速全面规划 令人想起教科书中的课文 今届会期中 他一共有18次口头质询 175次书面质询 也有56次以情前发言 而在他的文本中 最常用词前三分别是 工程、文化和疫情 他的主要关注点是 轻轨、公共建设工程、文房工程、 防洪、防灾、防火和蓝天工程等 标准结局 又又又是工程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试问有哪个澳门的议员 是不会提到工程 只是个比例有多有少 今期有关四位社会服务领域的议员分析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将会分析来自 自由开放阵营的议员 记得收看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